来看健保财务连续三年亏损 从2017年的亏损98亿到2018年亏损266亿元 到了2019年今年预估亏损会达到400亿 这个数字也是近10年的赤字新高 健保署评估说虽然目前财务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不过如果这样的赤字持续的恶化 到了2021年就得要调涨健保费了 而健保费率恐怕会从现行的4.69% 要调升到5.69% 每个礼拜都要到医院报到三天 对洗肾患者跟家属来说都是压力 台湾洗肾人口高达9万人 每年烧掉健保513亿元 无奈健保财务连年亏损 去年亏损金额来到266亿元 预估今年缺口更大 亏损可能超过400亿元 要是持续维持现行费率4.69%计算 到明年底健保收支将亏损达到700亿元 如果持续恶化 预估2022年就可能把安全准备金 近2000亿元用完 要是把健保费率从现行的4.69% 调整到5.69% 以月薪42的上班组来算 月投保金额也刚好是4万2000元 乘商自行负担了三成 目前一个月支付保险费是590.94元 未来调整之后一个月恐怕要多付126块 强调目前手中推行截流 今年也减少了11.1亿元的重复用药 以及9.6亿元的检查浪费费用 希望补上亏损速度 力拼不调涨健保保费 这就有点黄米圣 推广报道